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 聚焦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的铁员阻击战 朱一龙饰演的李响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一名营教导员 面对我们的镜头 朱一龙表示 参演这部影片是对自己的一场洗礼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朱一龙 63军 李响 李响是汇集了所有志愿军战士的 它是一个缩影 刚开始用很多形容词去形容它 睿智 勇敢 但我觉得什么词形容它都是不过分的 志愿军存亡之战 展现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的铁员阻击战 朱一龙扮演的李响 在朝鲜战场上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 足智多谋 英勇无畏 我的那一部分 每个镜头真的还挺难的 我们经常一个场景的诈点布置 得要一天到两天的时间 然后等来到现场之后 再经过反复的排练 排练过无数次之后 还要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当诈点炸了之后 其实它有很多不可预测和不可控的事情发生 比如说那个尘土 它一炸完之后你什么都看不见 说实话连呼吸都是困难的 只能屏住气地往前跑 其实我自己也害怕 之前其实有过经验 但是乍点这个事情 可能有过经验也不太有用 但是那一刻因为大家很专业 所有的包括是所有的现场的副导演 所以我相信他们神经一开的时候 说开始的时候 不会太想 就一定要把它完成 战场上理想是火力全开的合格战士 战场外他是含蓄内敛的儿子 将自己对父亲的崇拜之情深埋心中 他们两个还挺传统的 中国式父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什么都放在心里 然后也不去表达 但是理想从心里 他是爱自己的父亲的 他也很崇拜自己的父亲 成为一个那么优秀的一个军人 走啊 快走 李想在那一刻的时候 我觉得他还挺复杂的 其实作为儿子 战争爆发的时候 他想留在这儿 跟父亲一起战斗 但是他作为一个营教导员 他必须得回到自己的阵地 作为一个哥哥 他必须要保护妹妹 那一刻他内心其实很复杂 但是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表现出来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责任 是在什么地方 所以他马上就服从了父亲的命令 父亲说马上撤回 他说是 带着妹妹就往回跑 片中 李想跟妹妹李小 虽然多年未见 但当妹妹走到自己面前的那一刻 李想满满的爱和保护欲呼之欲出 我叫李小 你好 他性格很开朗 又很直爽 然后促使 最后在战场上 逐渐地他们两个感情升温 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兄妹吧 我小时候去到长辈家里的时候 长辈就会拿出糖果 他可能没说什么 但是给你糖 就是好像要把好的东西 甜的东西给你 像是一种祝愿祝福 彭老总把糖给了父亲 父亲又把糖给了李想 李想自己没舍得吃 看见妹妹在哭的时候 他不知道怎么安慰妹妹 所以马上就下意识地 掏出了糖喂个妹妹吃 带入感很强 表达所有情感的时候 都是那么的直接 那么的真诚 就是你很容易带入进去 包括李莫言 白琴格 我们在现场 我们三个都不太属于 会一直太多话 提前去太多的沟通 太多的交流 又无比地信任对方 当我们三个在拍同一场戏的时候 我们努力地在拍摄的工作中 不断地捕捉对方给到的信息 所以三个人不断地在互相传递信息 捕捉信息反馈 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 让我们感受到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 守住铁园的坚定信念 采访时 朱一龙表示 参演这部影片 对他来说是场洗礼 这段历史 其实离我们已经有些时间了 虽然时间很长 但我不希望 真的这些人也离我们很远 他们一代人 说实话 他们当时做出那样的选择 就是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他们选择了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生活 我觉得演完之后 就很多事你想的会更堪一点 你不会太钻牛角尖 就还有什么能比他们更难 还有什么事能比他们更苦呢 这部电影 它不仅是一个 长命恢弘的战争电影 它里面还有很多 很温情很丰富的人物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 走进电影院 去感受这个电影的震撼和温暖 那是我离开家那天 我没送我的一朵花 哥 接着 花虽然干了 可惜我还在 好日子的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